看到小奇迹如今肆无忌惮地撒娇 才明白他回国后真的被宠上了天 这天王奶爸为给小奇迹家餐喊破喉咙 可宰宰还没完够 于是甩给奶爸一个不懈的眼神 因为受不了唠叨还对着镜头翻起白眼 内心OS还让本熊吃真的吃不下了 本以为吃喝不愁是滚滚们的熊生典范 结果看到小奇迹被饲养原宠 才真正刷新了两脚兽对国宝大熊猫的认知 正因如此小奇迹才能愈发放飞自我 毫无形象的躺地上四仰八叉呼呼大睡 小家伙一睡就是两个小时起 贴心地王奶爸一直陪伴左右 还掏出手机记录下宝贝的豪荒睡字 他本想叫孩子东西 可宰宰困意依旧翻了个身边继续进入梦乡 就连依依们的叫醒大军也喊不醒这小子 要知道动物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中才会露出肚皮 足以可见小奇迹已经完全适应了家乡环境 还记得宰宰刚回国是蜷缩着身体睡觉的 看起来很没有安全感 单单是坐在小角落就显得很孤单 还好他在奶爸奶妈的爱意下被一点点感化 如今终于能肆无忌惮地玩耍 想吃就吃想睡就睡不用顾及任何人 以前都是饲养员用损引导小家伙回家 如今到了下班时间 宰宰都是主动进门 而当宝贝独自在外场营业时 顿感无聊的他还会主动找饲养员 只见宰宰偷偷扒门看奶妈奶爸在干什么 还知道侧着脑袋一只眼睛瞄里面 这和当年他在滑动时 看到饲养员就躲的样子盼若两胸 可见小奇迹眼中最亲的还是自家人 昨天大雪降临到神树坪基地 宰宰听到隔壁院子 传来奶爸奶妈们打雪仗的声音后 原本在雪中漫步的他赶忙来到墙根旁听 可以看出小奇迹也很想参与其中 因为奶爸奶妈给了他数不尽的安全感 宰宰真的很喜欢和人类互动 就连吃损他也要坐在门口 小家伙甚至还时不时地回头看一眼饲养员 当往奶爸去沟底清理卫生时 小奇迹立马迫不及待地赶过去帮忙 还顺便展示了雪上滑草技能 即便是在外场也挡不住宰宰想要贴体 小奇迹本来还在疯完乱跑 转头看到奶妈在注视自己后又溜到墙边 因为太开心还现场表演芭蕾舞蹈转圈圈 单从小奇迹的态度就能看出 奶爸奶妈对大熊猫有多用心 可见国内绝对不乏好的饲养员 也正是他们用爱治愈了小奇迹不幸的童年 果然谁带娃谁崩溃送爷爷也不例外 摊上调皮的瑞宝会把他彻底摆烂了 这天双胞胎姐妹花又开始搞事情 大冬天溜进水池玩耍被浇成落堂鸡 宋爷爷只好亲自下场捞孙女 他一手一只三十斤重的小胖猪 整个人表情争灵咬牙切齿满脸都写着愁 宋爷爷爷怎么不笑了是天生不爱笑吗 毕竟前几天老宋还在嘚瑟收猫 整天换着花样赔两个小家伙玩耍 不是半成怪兽张牙舞爪吓唬孙女 就是来个正面举高高 连曾经和福宝玩的捉迷藏游戏也安排上了 老宋带娃主打的就是能抱就抱能撸就撸 对两个小孙女爱不释手的他已经无法自拔 真的很怕小家伙被爷爷抖透奶 宋三岁还会假装睡着逗孙女开心 结果宝贝刚刚靠近他就装不下去 还趁机将小家伙搂在怀里不停贴贴 长此以往小孙女们也对他避之不及 这天辉宝一出外场就听到熟悉的声音 宋爷爷叫的声音越大 大小家伙跑得越远 心想我可不要理闲眼包爷爷 总感觉宋老六比不到半岁的孙女还要比 多一岁都是对他幼稚的不尊重 一代二根本不在话下一点也没感觉到 甚至还能边打扫卫生边唱歌 只能说当时笑得有多欢 现在就有多惨 宋宝一想到那两个上蹿下跳的大孙女 连眉毛都皱成了九字 而年纪大一些江爷爷显得成熟很多 只是身体素质比不上老宋 自从爱宝出关后彻底放飞自我 也许是憋了半年他要报复性的狂啊 爱女士只要出门便自顾自往前走直奔小饭桌 一点不管身后的娃有没有跟上 实在看不下去的江宝母不得以上线带娃 为了哄梁小智顺利上班 老江使劲浑身解数嘴皮子都快磨破了 眼见孙女还是一动不动 他只好亲自出马将孩子抱回去 从表情就能看出江爷爷此时有多无奈 果然偶尔带娃和全职带娃还是不一样的 爷爷打扫卫生时孙女也要缠着 如今的他走路都要扶着老妖 再这样下去老江真的要申请工商了 江爷爷甚至还要负责哄税的工作 江孙女们一边一个放在木架上休息 直到两小只熟睡他才能些口气 带娃生活让两位爷爷心里焦脆 但他们收获的快乐却远远超过劳累 也许这就是长辈无私的爱吧 看到爱宝和奶爸们无障碍沟通 才明白他到底有多聪明 爱女士发出名利叫救生 和闺女心有灵犀的老宋立马起身 不顾瑞宝和灰宝的阻拦 也要赶过去给闺女加餐 而当江爸来陪宝贝闺女时 爱女士依旧展现出自己的语言天赋 无论奶爸们说什么 爱宝永远都会接住对方的花茶 有问有答 要知道宋世卫是出了名的话 胡猪猪和瑞宝灰宝都对他避之不及 只有爱女士能配合奶爸 老宋拿胡萝卜头喂来讨好宝伦 他不仅采红屁不停 还模仿对方的眠眠鹰 没想到爱宝听到后 也发出颤音回应奶爸 遇到自己不感兴趣的竹子时 他也能用独有的方式表示拒绝 当爱宝尝了一口感觉 不合胃口直接走去 老宋还在原地唠叨试图玩 实在看不下去的爱女士 直接用语言回应对方 除此之外爱宝还会发出乌乌声 他和外场营业的福宝一门相隔 得知对面是宝贝女儿后没有叼着锐灰宝 而是留下来陪着辅助主 并发出思念孩子极为低沉的声音 当爱宝找不到孩子时 还会抬头看向奶爸发出 振振的气体伤 像是在说愣着干什么 快去帮我找回来 然而如今爱女士出外场 终于能百满 每次不想带娃 她都往地上一趴直接堵门 还发出嗡嗡叫示意奶爸收猫 没几分钟对方就会自觉起来 过上神仙般日子的 她终于可以睡大觉 爱宝自然会发出不用看海门 而发自内心收服愉悦的 咧咧叫因为不够被爱 所以能肆无忌惮表达自己的需求 爱女士还能听懂人类语言 只见熊社只有她一人在场眼见四下无人 女明星彻底摆烂躺竹子堆睡觉 将奶爸看到后都忍不住笑出声 原本呼呼大睡的爱宝立马经坐而起 连表情都很慌张 内心of完了被你们看了 爱宝和奶爸之间一个眼神 或是声音中能瞄懂 这早已超越了熊猫与饲养员之间的关系 感谢观看